首都選戰倒數兩個月 引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公布教育證件 針對三大面向主張 包括降低國小代理教師比率 高中共聘師資 編列經費調降幼兒園師生比 不足現行不足之處 那第一個我們看到 近來大概代理教師的問題 被提出來最多在國中小 事實上本來是有8%的代理教師的原額 但是在台北 超過50%以上 是超過了8% 那當代理教師多的時候 代理教師多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一個問題 就是代理教師的權力 就會被抹煞 那當它權力受到抹煞的時候 其實教育教學的品質相對的低落 就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所以這方面我們需要在結構性上面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們要把代理教師比例 拉到8%以下 回歸到一個正常的一個情況 那結構改善的 那教育也會得到改善 那相對還有代理教師 因為它是代理 它一年一聘 最多只有兩年 工作不穩定 所以心不可以說在學校裡面完全調整 不是說不好 就是結構的問題就會產生教育品質的問題 所以我們想要去把它相對的改善 那第二個它學校也都是用教理代理教育 不是堅行正職 檢討師 然後堅行正職 所以是工作不穩定 工作特別多 就好好保重心 學校的家長 對他們的信心似乎也不足 因為覺得說這件不夠不夠 所以在國中小裡面在根基上面 我們覺得這個需要把這個結構再來做一點補強 那至於在 這是國中小 那高中在108年 我們的多元課綱開始了之後 是一個好的方向 事實上要讓教育更靈活 讓大家能夠有在多元學習 那很多項的一個選修 那有校定的必修 很完整 讓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可以讓學習能夠更好 那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也就是說很多樣 很多樣 老師的補教 但是老師的補教 全部都是幾個全部的 所以相對的量也不是那麼大 我意思說 這個學校選秀的課程 別人來不是全學校 這大家來學校 別人說十個二十個 這來選 你大家學校都要來聘這個老師 那相對就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大概用這樣子 等於是附近的 讓他有一點像是大家合作用共聘的方式 那由市政府 市府這邊來做一個規劃 讓哪一個學校聘哪一些老師 然後互相來合作 那這樣在最少的人力下 他可以達到最大的一個效果 那這是我們高中在因應108年課綱 既要達成就是100個課綱裡面 希望的一個目標 那也能夠減輕學校的負擔 讓他變成可行 那教育的品質也要來提升 那另外在幼兒園 我們長期一直都是一比十五 一比十五 那一比十五 其實老師要顧 實在是沒有顧 現在已經 我們就知道說像我以前 小孩沒想到對不對 老是劃的 就在這裏就這裏 現在已經沒有理由像這個了 現在都是這樣 很人性化的 所以一對十五 我們認為在教育的品質上面 帶領的照顧的品質上面 都比較稍微不足 那看到先進的國家 其實大概都一比十以下了 那也當然我們因應實際的情況 那因為這有私資的問題 那學校還有幼兒園經允的問題 所以準備編列大概五千萬的費用 那在這一任裡面逐年的改善 希望能夠達到現在 市府現在已經在做 他們現在準備做時間嘛 五百萬做十間 我們現在想要讓它更快的 更多 所以差不多可以做到一百間 變五千萬 然後最後在技職的體系 技職的體系 技職的體系 其實已經在我們教育中 變成一個模糊的空間 有的人把技職 比較好的技職 也是繼續還要改變 那真正有技職需要的 就受到忽略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樣把技職那一塊 把它弄好 換句話說跟學校跟那個 跟產業做建教的合作 這一塊由市府出來幫忙來媒合來做 一起用學校的力量來做 那應該能夠更好 讓技職能夠上回到 那另外我也認為說在這裡面在獎勵等等之外 其實政府也要拿出一些態度來 比如現在看到 其實在技職裡面的學生 到國外去比賽 其實有些都表現得非常好 那怎麼樣在市府這邊 能夠設一些獎項 與獎勵鼓勵 那如果要出國去比賽的時候 那也可以支助補助相關的一些費用 讓學生在上面得到榮運感 那自然這樣子的技職教育就會導向一個 比較健康的一個方向來 陳時中說以前教育的目標是會讀書 但現在還要有才藝 具備語言及數位能力 更重要重視身心靈發展 以前追求標準化 如今已在翻轉中 要讓小朋友們快樂多元學習 然後在創新 創新大概是兩個 基本上台北大概英語的教育也做得不錯 但是全面性上升不足 但我知道它現在正在發展中 那但是從英語教育裡面 大概是沉浸式的一個學習 所以需要有很多的資源進來 只要讓國外的學生來台灣 學中文的或是一般來學的 那只要跟我們來合作 到學校裡面去尋回 跟大家能夠產生這個 沉浸式學習的效果來 然後另外在數位學習方面 這裡面很重要他們提出一個混成學習 那混成學習指的 等於是跟學生拎財施教 那有落後的可以及時補強來 那現在看起來很多縣市做得不錯 昨天陳老師也特別給我提 說台南這方面就做得很好 那未來我可能跟台南 跟黃市長那邊來取親 看怎麼樣把這地方好的方式再引進來 然後另外呢 因為這是一個學習裡面 其實有教材的問題 那還有老師的問題 老師有些相關的落差在 學生有 老師也會有 所以怎麼樣去做一個輔導團 去跟老師溝通 讓大家都能夠把這個數位學習的能力 都能夠提升來 另外要設立一個多元穿機的教育園區 在這裡 在一個園區裡面 其實等於是讓各種的實驗的教育 都在這個場域裡面 能夠來進行 互相觀摩 互相來學習 然後最後 當然就是每一個學生 每一個人其實都很重要 那我們在說 在特教這邊也不能被忽略 雖然它是非常的不容易做 但是我們更要 每一個學生都不容忽略 所以裡面 我們要充足我們的助理員 來補助教學 那提高專業的陪伴時數 那當然我相信這個也會被 我們的對手再來批評說 這個是要花錢 我也知道這要花錢 可是這個錢你不能不花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人 能夠幫忙輔助 那教育 不管從生活面 或是在教育面上 他都需要 所以不能因為這需要花錢 而讓這東西的緩慢 那當然有些協同的教育等等的 這是數位學習的夥伴 雙女數位的學伴 這裡面指的就是說是 我們可能有一些 比較相對我們的目標 還是指一些退休的老師 可以來幫忙裡面 能做一對一的一個 輔助的一個學習 讓我們的特教的學生 能夠得到更多的照顧 陳時中強調 教育環境的改變 對老師教學者的壓力增加很多 因此對他們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唯有支持教學者 才能產生整體力量 將來一定會全力支持學校和老師 鞏固根基 培植創新 每一個學生都重要 每一個學生都重要 記者沃云俊 台北報導 鞏固根基 培植創新 請按讚 會 請 按讚